近日刊文署刊又引用土地條例 向石澳一間僭建鳥屋發出警告 話說政府今次嚴打的這間屋 是歷年來僭建得最誇張 原本只有700呎 一邊竟然變成6000呎大宅 有陽台、花園、還有私人泳池 這間僭建得這麼誇張的大宅 有無敵海景 大宅樓高三層 一樓是私家泳池 和一個千尺的花園平台 二樓是客廳、大廳覆牆 還要是真岩石 而三樓是畫室、書房 在石澳 這麼好的view又要這麼大屋 至少都要逆逆腥 這間大宅的業主 是75歲的葉華明 他本身是退休建築師 曾經留學澳洲 據說年輕的時候 他都有份參與 興建適離歌劇院 連歌劇院都興建過 潛建這間6千尺大宅 又怎會有難度呀 對於現在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要他拆除潛建 我們曾經找他回應 但他什麼都不回答 就開車走了 至少啦 至少啦 至少啦